加入頻道會員就可以獲得這些福利 只需要省下幾杯飲料前 就可以支持我拍出更多影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趁用我們的水蒸氣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雲哥 歡迎收看睽違19 櫻木藏金閣 對很久沒有拍這個系列 因為最近比較忙 那這個系列需要比較多的準備跟整理 好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鳥種呢是小鷹 此小鷹非彼小鷹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小鷹是逃命愛情鸚鵡 那這種鳥呢是很多人手中的第一隻鳥 因為牠們的身體比較強壯 然後飼養難易度又比較低一點 所以是很多人入門的首選 牠們是產於南非的鳥 壽命大概是10年 體長是15到18公分 體重呢差不多座落在40到60克 那有人說母鳥的體型會比較大一點 那說到這個性別辨認有些經驗比較老到的前輩可以透過摸骨盆的方式去辨認牠是男還是女 公鳥的骨盆會比較窄一點 那木鳥會比較寬一點 那如果說呢 你比較沒有辦法確定的話呢 也可以直接送驗比較準確 那說到這個叫聲的部分呢 不知道大家剛才有沒有聽到剛才的叫聲是太平洋的叫聲 那小鷹的叫聲呢 牠又更加的尖銳一點 而且牠們可以叫上一整天 雖然在眾多鸚鵡當中呢 比較沒有那麼大聲 但是呢 叫上一整天也是可以讓某些人非常的頭痛的 所以要養之前你可以先想一下自己有沒有辦法接受 總之呢這種鳥牠們不算非常安靜 那當然痛苦都是比較出來的嘛 再來我們來講到這個學育能力 這也是很多人會關心的一個部分 那牠們不算很會說話鳥 但是呢 我有看過一兩隻牠們可以說個兩三句這樣子 如果你認為你家的鳥是人中之龍 鳥中之鳳的話可以訓練看看 說不定可以破紀錄 接著呢來講到牠們的破壞歷 牠們的破壞歷呢 雖然比起大多數的鸚鵡 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在小型鳥當中也是佼佼著 而且他們是出熱名的打動機 雖然說偶爾算是蠻會撒嬌 有些個體蠻會撒嬌 但是脾氣大部分我看過都不怎麼好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我們就暫且把他們定義為戰鬥民族好不好 跟同樣產於非洲的平頭哥一樣 完全無視體型差距 一旦不服馬上開打 那再來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們這個臉部 臉部的部分也是他們得名的原因之一 就是這個桃面 大家可以注意到他這個臉部顏色的呈現 那差不多會在三個月吧 我看過是在三個月 就是他們在到了一定的年紀之後 臉部的羽毛就會慢慢的變色 越變越色 這也就是愛情鸚鵡的名稱由來 你臉紅啦 來讓我看看 沒有這一段是我亂講的 這愛情鸚鵡的原因其實有兩種說法 那基本上呢 都是在說他們對於自己的伴侶非常的好 就是 就是有些會說他們忠誠度非常高啊 就是一夫一妻子嘛 然後致死不渝那種感覺 然後還有一種是說 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的伴侶會比較親密 那就是他們外人類的個性 那有些個體他也會把四族當成自己的伴侶 所以對四族非常的傻笑 但是不是四族的話呢 你們就可以見證他那個兇殘的一面啦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顏色的呈現 先講一下臉部的部分 臉部的顏色大概分為桃面 金面銀面肉桂白臉之類的 那市面上比較常見的顏色就是 我先講一下我之前養過遇過的 就是土曉銀嘛 原生種跟黃紅木 那還有一些就是白紅木啊 紫羅蘭啊 然後還有墨膚啊 那一類顏色 那這個部分呢 就先不多說 因為我記得顏色也是非常多 他們其實顏色的變化 雖然沒有太平洋那麼多 但是也是非常的多變 那上述這個顏色的部分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另外呢他們也很常被 同屬的牡丹鸚鵡搞混 但是其實要在兩者之間做個分辨的話 其實也不是太困難一件事情 首先是顏色呈現的差異 那再來就是說 牡丹鸚鵡呢 他的眼睛跟小鸚是不太一樣的 你們可以想像就是 幼稚園或者是國小的時候 老師不是叫我們做勞作嗎 那牡丹鸚鵡眼睛就很像 當初我們做勞作用的那個活動眼睛一樣 然後小鸚呢 他就黑黑的而已 那有些人覺得小鸚比較可愛 有些人比較喜歡牡丹 那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好不好 歡迎各位在下面留言 自己比較喜歡小鸚還是牡丹 那關於牡丹鸚鵡呢 下次也會再開一集做介紹 那我們這一集先講小鸚好不好 再來說到呢 牡丹跟小鸚他們兩種鸚鵡 其實也可以產下後代 那這個後代叫八重鸚 我前幾年是有看到一隻 那這個八重鸚呢 他是不具生殖能力的 再來呢我們要講到小鸚發行的部分 他們發行算是比較特別的 那這就像換了一隻鳥一樣 先講一下這個個性的轉變 就是剛才有講到嘛 外能類熱的個性 那他們一旦找到自己的伴侶之後呢 即便是氏族 你靠近籠子他一樣會對你開咬 一樣會發動攻擊 那再來呢講到就是 另一個行為 他們算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們會把草啊 或一些比較碎些的東西 插在身上 就是把它埋在身上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行為 這好像就在跟人家說 欸我已經被捅了喔 我現在要生小孩 不要來煩我 總之呢這個發行期呢 這種暴躁的個性 就是剛才講那個很強的攻擊 很多人說我換了一隻鳥嘛 那據我所知呢 包括我以前遇過的案例也是 就是完全回不去了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像小時候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家小鷹有不一樣的狀況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區跟大家分享 那他們繁殖的部分 一窩是產下四到六顆蛋 孵化時間大概三週左右 再來我們要來講到他們的幼鳥 我不得不說 這個幼鳥有一個特點 就是學吃非常的快 大部分一個月半就會開始學吃 那我當初呢 初期在養鳥的時候去鳥店 那時候有一批小鷹 然後那時候老闆就直接跟我說 欸你不會養是不是 沒關係你養這個看看 這個鳥呢 你其實用小米加水放在那邊 它自己就會慢慢吃了 你如果忙也沒有關係 不用擔心它不吃的問題 也不用擔心它餓到 所以由此可見啊 小鷹這種鳥呢 它們在飲食方面上 配合度也算是蠻高的 但有一點要注意就是 不能讓它吃的太油 有些小鷹它們吃太油的話 肝臟會出問題 然後羽毛就會開始變紅色 當你看到整隻紅的話 這個狀況就是非常嚴重的 它們只要身體上有出現紅色的羽毛 事足應該就要注意了 之前就是有一個觀眾 他私訊我問我說 欸我家小鷹羽毛怎麼變紅了 那還在那邊跟我說很漂亮什麼 那我那時候就跟他說 欸趕快看醫生 結果他那時候不相信 結果過沒多久鳥真的就走了 所以這個是真的需要注意的一個點 好那以上就是對於小鷹的介紹 這個介紹呢 可能沒有辦法講得非常全面 如果說有少講的東西 麻煩大家在底下留言區幫我補充 歡迎各位小鷹達人來留言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拍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並且訂閱 那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然後如果想要獲得更多的資訊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 或去我FB粉專按個讚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